六月十三號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我們縣內的所有高中職以下 還有包括幼兒園 你們就可以恢復校園的實體課程 雲林縣長張立善八號才宣布 十三號開始高中職以下恢復實體上課 沒想到就在十二號晚間七點 政策急轉彎 張立善在臉書宣告說 下週將維持線上教學 暫停實體課程 但若家長有照顧需求 仍可將孩子送到校園 因為經過三萬份線上問卷調查 近七成家長支持維持線上學習 這讓我必須做出調整 中部地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維持遠距教學到十七號 現在加上雲林縣改回線上 等於只剩苗栗十三號恢復實體課程 網友也湧入徐耀昌臉書反映說請縣長三思 雲林都改線上了 你到底在堅持什麼 還有人說苗栗醫療量能不比其他縣市完善 貿然復刻好嗎 中部疫情稍微降溫 雲林恢復實體上和政策突然喊咖 雖然說是為了孩子健康著想 但還是讓部分家長措手不及 三月六余德里正道正海中 引力報導